大家好,今天是一個人發一封,2022年大四十四週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一個人發一封,一個人發一封會盡量每個星期日在YouTube跟大家吹噓 上一集我們就分享了我們第一次Rising Print的失敗和第二次的成功 我們繼續上一集的工序要清洗和固化表面 排煞車 柚子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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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盒子,雖然洗完後,也要用刷子擦一擦 可能有些流氓之餘,所以要擦一擦 這樣就倒這個大盒子 煎到這個小盒子 剩下7%的牛肉 煮熟 煮熟 大約42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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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幾何時 大約等時間 只有1980毫升 其次 按一下它 不用想 下手套 應該會來這麼輕 所以 所以都是要 打開手套 等到做多幾段 所有 全聚 慣了之後 那就應該 來了 再打開手套 大家可以看到 出來了 這是一個空上 Calibrate會印刷的東西 也是 放在裡面 我不敢在這裡做 因為這裡始終是沒有東西 無論如何都要 用力去抓出來 所以要放進去 你應該可以看到 少許 可以看到 還要抓出來 輕鬆 因為很實 不知道有多實 哇 好實 真的好實 看人家這樣抓就抓得出 但好像不是這樣一回事 啊 出來了 啊 啊 啊 斷了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斷了 太力了 啊 斷了 這個 被我扭斷了 你看 斷了 啊 這一刻 其實他們不是很 不是很 堅硬的 是要真的 在Curling Machine 那裡 所以現在 不理 其實 趁 這個 還沒硬之前 放進去 可以 准备下 放進去 如果不是呢 我剛才試到 這裡很快就凝固了 這個位置很快就凝固了 所以還是快快 放進去 好 現在就 有 場地 回到哪裏 放進去 就在世了 好 還有 1 1 4 2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到它在動作 我做五分鐘 但你也看到它在動作 水流真的挺厲害 你可以在上課看看 水流真的挺厲害 它真的會動作 五分鐘後再看 五分鐘後再看 五分鐘後再拿出來 中文字幕 井宇 所以這個按下去就可以按優位置 基本上,它比較密封,所以蒸發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們有4500ml,我們再看以後會是怎樣 那麼,這裡我們就擦一下 基本上就這樣擦一下 為什麼呢?是因為它的奶先會依附在上面 如果你不擦掉它才來 你可以看到光面的,是嗎? 你可以看到光面的 這個是因為失敗了,我完全沒有洗 我就拿去曬太陽 所以那些奶先還依附在上面 很透明的樣子 所以它就是這樣不漂亮 所以你要洗走那些奶先 去殘留的奶先 雖然那個很大麻力 但是,都是要... 都是要洗一洗它 如果不然就會像剛才那樣 那些衣服在上面 那些奶先呢 那些奶先呢 是... 比較勉強一點的 因為... 水狀嘛 但是,一個好處是... 你將它融在... 水狀裡面呢 那你只需要將這整個水狀 拿去曬太陽 那它自己就會沉底了 沉底之後,你隔開它出來 那... 就有一條好漢 所以... 玩久了它會變色的 因為... 因為... 這些奶先... 它發電的... 就是... 很微粒的啦 但是,會沉下去咯 會沉下去咯 會沉下去 或者... 跟你的... 因為它還是一個液體嘛 它就可能... 跟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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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化一體 那它就會... 滲了食腸裡面 OK 差不多了 它又好又不好咯 就看你怎麼看咯 遲些... 我作為一個... 初級者 我會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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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刻,已經是差不多乾身了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太亮了 因為,你擦了它,就開始乾身 沒有剛才的樣子 擦一擦乾身 然後就是 到這裡是紫外光了 它的好處是,它下面都是紫外光 所以你不用怕它不會照到下面 它也是照到的,它幾個角度都照到的 一樣,我看人家都是五分鐘 所以就五分鐘 它會轉得很慢 因為 你也是要讓它照到的紫外光 最終目標 所以 它就慢慢長時間 被那個紫外光曬到 最主要是它的目標 所以就 它走得很快 也沒有這麼快 走得很快 所以 我們可以 先關上它的耳機 這個我們五分鐘之後 再回來看看它 好了,最後十秒了 我們看看 搞定了會怎樣 OK 這個 這個 是爛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耳 這個是我剛才扭它的時候 為什麼要用這個 來做 來做 是因為 它裡面有很多細節 如果你 上去看 你看看 這個樓梯口 然後 這裡有很多字 如果你看不到 我 這裡有很多字 所以如果能刷得到 其實 是要很細的 很仔細才能刷得出來 這個外面有一個大字 Elegal Mask Tree 但是裡面 這裡有一個細字 這些細節 就是要刷得出來 才能刷得出來 而中間這裡 如果你仔細看 裡面是有一個 交叉的形狀 是圓胸的 它是圓胸的 它不是互相疊 它是圓胸的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 測試 所以你可以聽到聲音 是很硬的 它是不軟的 它很硬 Cure好之後 當然 其實還需要時間 Cure 這個只是令到 它的表面 Cure好 裡面其實還要 一天這樣 完全Cure 但是 這個時候 你其實 就可以上色 或者什麼擺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零面 零面 零面看到 零面看到 零面 這個Cure 之後 就不會有零面的 因為我洗過你 剛才我擦擦擦擦 所以 好了 給食器 你就看完 我一套東西 開箱 製造這個櫃 融上去 那 接下來 是無盡無限的 刷擦 以及無盡無限的 相識 基本上 你們看完 這個視頻到現在 但是對我來說 剛剛開始 因為要開始刷擦 刷擦 我還有幾個 測試 要刷擦擦 刷擦 刷擦完之後 就真的要 要開始刷擦 工仔 那 就是這樣 好了 這個就是我第一次刷擦擦的經歷 算是有經冒險的成功了 之後我再刷擦了幾個 刷擦擦擦的部分 找出適合的曝光時間 就開始不間斷地刷擦擦 第一個要刷擦的就是它 看不出是什麼 這樣會不會清楚一點 沒錯 就是Hello Knight的場景 從照片中 大家可以看到FDM和SLA之間的差別 FDM印出來 版紋到處可見 而SLA印出來 就亮晃得好像雞蛋殼似 然後到我們玩Bord game的 用的小牌 你可以看到它身上的細節 是完全沒有保留的展現出來 為了測試它的極限 上次印刷這個有飄逸的眼筋和弓箭這條細小的圓線 都是沒問題的 接著就是印刷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例如一個屠龍戰士 有戰士、有馬、有龍 分開好幾個分件來印刷 然後我印刷了一個很害怕的場景 記得一下可以送給朋友 在我製作這條影片的時候 這是我印刷過最大的東西 沒錯就是一條龍 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就要忘記做我家的大門 還要幫這些印刷出來的東西上色 可能會有點忙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